如图水平放置的平行光滑轨道相距为L 一端接有电阻R 今天有个质量为M的导体棒 MN垂直放在导轨上 整个装置置于与导轨平面垂直的均匀磁场中 这个磁场的量值为B 那方向呢是这样朝上的 今天不计导轨跟导体棒的电阻 用与导轨平行的一个定力F 向右拉这个MN金属棒 那假设导轨足够长则下列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A要问说MN是不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那B说如果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它有没有速度的极值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来看 分析这根棒子的时候 我被一个拉力向右拉 它就会加速 对不对 它应该要变快 对不对 渐渐变快 它只是说这渐渐变快 它有没有一个极限 你就要看一下力量的部分 今天当你这个棒子被向右拉的时候 你这个回路上就应该会产生这方向的电流 为什么产生这方向的电流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冷湿电流或法拉第电流 我产生的感应电流 都是为了要反抗变化 我不希望磁通量变大 对不对 那磁通量叫做面积乘上磁场 今天磁场是固定的 如果你这根棒子向右移的话 你的磁通量就会变多 所以不希望棒子向右离 那不希望棒子向右移的话 为什么电流就要朝这边呢 你用右手开掌定则来比比看吧 大拇指电流朝这里 四指指掌朝上 掌心磁力是不是就会向左 OK 这是一种判断的方法 但你在观念的部分 你还学过其他的方式 用磁力线的数目变化来判断 那都可以 总之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今天如果棒子在被向右拉的时候 它渐渐变快了 当它变快之后 这杆子上面的电流出现 而这个电流呢 叫做感应电动式除上整个回路的电阻 只有这个R有电阻吗 那你看哦 我这个感应电动式 是不是有一根导线在切 一根金属棒在切割磁力线 它上面的感应电动式 是不是有个公式叫LVB 所以这根棒子 当它渐渐变快的时候 渐渐变快的时候 我感应电动式会变大 那么回路上的电流就会变大 不过这个回路上的电流如果变大的话 我所产生的磁力ILV也会跟着变大 所以当这根棒子越快 这个向左的磁力就会越大 那总有一天这个磁力的大小 会刚好等于你外力这个拉力的大小 那当它等于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向右加速度 这根棒子就不会再加速了 所以整个过程它会向右越来越快 不过呢 加速度的值会越来越小 那最终会达到一个等速度运动 那这个等速度呢 我们会称作是终端速度啦 那这边 因为B选现在要问说 那请问既然不是个等加速度运动 最快速度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把算出来 当这个当这根棒子达到终端速度 我们叫VT的时候呢 这个终端速度 它所对应出来的感应电动势 所对应出来的电流 所对应出来的这个磁力 就会恰好等于你外界的这个向右拉力 合力为0 就不再加速了 所以我向右拉力等于磁力 磁力叫ILB 那这个I呢 是电阻分支感应电动势嘛 LVB 那这个V是我们的终端速度 整理完你就可以得到终端速度的结果 最快速是这么快 那我们答案呢 B选项是要选的 好那再来我们看C选项 通过电阻R的最大电流是这一个值吗 我们刚才有最大速度了 好像就可以来讨论最大电流了 对不对 我们刚才是不是跟你提到说 当棒子越快 感应电动势就会越大 这时候对应出来的电流就越大 所以什么时候电流最大 就是速度最快的时候 而速度最快的时候 是不是合力为0 它不再加速了 所以详解呢 它是这样子来写的 它不特别用VT去算ILVB 然后再处于电阻 它直接用 我的最大电流那时候就是 拉力会刚好等于磁力 那磁力是ILB嘛 你直接把LB除过去就好了 这样比较方便 好所以这个C选项呢 它也是对的 它也要选 好再来租 当MN达到最大速度之后 我把这个外力F去掉 那此后呢 MN会做等速度运动吗 我们刚才说 只要这根棒子有速度 它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 上面就会有感应电流 有那个感应电流 就会有一个向左的磁力 所以现在如果把这个F去掉 你的速度还在 电流就还在 那么向左的磁力 其实就还在 好所以 它会受到一个向左的力量作用 不会是等速度运动的 它会变慢 好只是说变慢的过程 是不是等加速度的减慢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力量去除之后 还是会受到磁力 这个磁力的公式呢 是ILB去计算的嘛 那其中这个电流是R分之LVB 所以这边把它整理之后呢 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这边不写VT啦 因为它的V是个变速嘛 因为你接下来 它会渐渐变慢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这里呢 我们向左的力量 会跟速度是成正比的 所以这个速度渐慢之后 我的向左拉力 也会渐小 那这样的话 产生的加速度也会渐小 所以它会变慢 不过加速度不是定值 好 珠选项是错的 它不会等速度运动 好 最后一选项 当这个MN达到最大速度之后 我测去F 那之后 之后我们刚才说 这根棒子就会渐渐变慢嘛 最终会停下来 对不对 它说此后 这个回路上的电流 在电阻R身上 所产生的热能 是这么多焦耳吗 刚才我说 力量去除前的那一个瞬间 它会有个终端速度 对不对 那它就会有动能 不过最后滑一滑 它会停下来 那不见的动能去哪里了 这不见的动能 当然就是从鬼路 这边电阻生热消失的 所以我到底可以放出多少的热能 我们就用它当初去掉力量时候 那个终端速度所对应的动能 来去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把这个终端速度 带进2分之1平方 你就可以得到 一选项呢 它是对的 所以最后答案 我们选BCE 1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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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